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即將開始第一個場次 首先我們邀請台北交代藝術館館長和小學館長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藝術家鄭麗媛小姐還有高建慧 我最仰慕的一位藝術評論者 還有我們陳志成校長 各位來賓 各位藝術愛好者 還有我們當代的粉絲 大家下午好 我是新任的館長 我姓潘小雪 我們這次的論壇是要談跨界文化的衝擊 因為是兩個很棒的一個展覽 一個是羅納德的尋找家園 另外一個是鄭麗媛的流變 我想當代探索關於遷復 離散 流亡 逃亡這樣的議題 比過去在探討尋根還要更豐富而且更急迫 現在 因為我們看到敘利亞這樣子大量的逃亡 還有看到因為核災的關係 人民不得不也都大量的遷復 那最近的就是台東啊 或者是花蓮的颱風啊 風災 這個 我們的鄉親也都要遷復這樣子 那從遷復 離散 到尋根 它是一個 正好這個題目就是 我們講的流變跟藝術的凝結 生命的流變 藝術的凝結 這兩集 越大的話 它的張力就越大 然後創作就會更豐富 更深刻這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了很好 這個除了藝術家以外 還有我們台灣當代最棒的這個評論者 還有校長們 來跟大家來探討這個問題 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夠滿載而歸 好 謝謝 我們就開始 跟潘館館長第一次見面 然後還有校長 他是台藝大校長 那這很有趣的一個機緣是 這裡好像都有跟台藝大有關係 我現在正在台藝大做客作 那我先介紹一下 就是說 鄭麗雲老師 我是應該是在1999年的時候 在北美館做了一個展覽 叫做 應該叫迷思之區吧 那時候在找那個作品的時候呢 我在紐約就跟一個鄭老師見面了 她的作品那時候給我一個很大的印象 是因為一個女性藝術家 那麼她在紐約做創作 那麼她的那個筆非常非常細 而且做出的是一種好像用她很 有點像面壁的那種態度 然後把那個線條一直做出一個 跟金木隨土火有關的一個 好像我們說是一個跟土地有關 那我也跟她個人精神性有關的作品 那時候就邀請她參加了 我們迷思之區的展覽 那她那時候她沒有機會回台灣 所以那時候沒有見面 那事隔這麼多年呢 其實我也很關注就是說 她之後的發展是什麼樣的一個取向 那我非常驚訝的 在將近十幾年的時間 那個鄭老師她發展出的一個成果 在當代館展現了 那在這裡展現當中呢 其實我看到的不是她一個單純的 是一個painter 她的作品呢 其實我看到的是一個 當然由她身份上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女性藝術家 她怎麼以她一級之力 在一個幾乎我們認為 比較接近於男性的一個 藝術社會裡頭 她一直努力 然後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她在作品裡頭 我也滿期待的 請她待會為我們講解一下 她個人的一個流變 就是藝術展向的一個流變 那這個題目我一直也個人 非常感興趣的是說 這次兩場都跟家有關 那我們也在前幾天 有個座談會提到 就是說藝術家身份的一個問題 現在的藝術家 其實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 除了就是說 我們面對外面很多居民 他們的那個身體流動的一個變遷 剛剛盤館長提到 就是一個離散的一個狀況 但是藝術家呢 我們怎麼去界定她是亞洲藝術家 或者她是在歐洲活動的藝術家 那這個樣的一個身份呢 其實我自己也深感同受 因為我自己也是屬於說 比較油木型的一個生存狀態 那這樣油木型的生存狀態 它有不同的發展可能性 那在這裡剛好可以看到 兩位藝術家在這裡做了一個對話 一位就是等一下下一場的那個藝術家 我們可以看到她的創作面向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場 我們可以看到鄭麗雲老師 她的發展面向 那也看到說鄭麗雲老師 她原來是從那個水墨 一開始應該是從水墨開始做學期的 但是她到了紐約之後 到西方之後呢 她從事了油畫 也從事了陶藝 陶瓷的一個研究 那可以看到說她一直在嘗試 就是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那開發她藝術的一個更大的面向 那在這裡呢 我很期待很期待看看 就是鄭老師怎麼告訴我們 她的這個這段時間那個流變 那也非常感謝就是 陳志誠老師也在這裡 等一下會跟她與志做對話 那陳志誠老師呢 我剛剛也跟她聊了一下 她事實上不是只是一個行政工作者 她是一個創作者 她在巴黎學習的時候 都跟非常一流的當代藝術創作者 跟他們就是一個私生關係 那在這樣的談話過程 我會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一個男性的創作者 她走入了一個行政 但是她還是維持她可能 還有一個創作很大的意願 包括她還在 應該還在繼續創作這個狀態 然後還有我們鄭老師 她以她一個女性的角色 她展現了她的面向 那麼等一下的對話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來看她併出什麼樣的火花 那謝謝大家 我先把麥克風交給麗雲老師 謝謝 首先謝謝大家的光臨 第二個我要謝謝我們當代館的全體同仁 包括我們的新館長 包括我們上一任的館長 跟史瑞恩老師 跟林宇傑小姐的策展 他們今天都不在這裡 可是我還是很感激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那同時也再謝謝大家在這幾年來 對我的作品的支持跟指教 尤其這次當代館的展覽 是差不多三個月 是等於是一個馬拉松長跑 然後我們的效果非凡 真的是也謝謝各位藝術愛好者 持續不斷的繼續支持我們 目前呢 是這兩年在台灣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首先要跟大家道歉一下 就是說我很多資料文獻都沒有帶回來 因為這個展覽的確是很大的規模 所以我從年初就回來了 那很多譬如說在紐約的照片 工作室的照片 我都沒有拿得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以我們有的材料 當代館的展覽跟我手邊整理一些資料 來做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當然這個題目是講跨界文化的衝擊 這個也是跟我出國有關係 我在想我當初如果在台灣留下來的話 我今天可能沒有做出這一套作品 因為我原來是學水墨的 那我當初學水墨的時候 我老師都是台大老師 然後當然那個時候是教育專長 我學的是非常非常傳統的水墨 那我當初水墨我畫的東西 也都是大型的製作 我現在回想起來去看以前的作品 我有 我的畢業製作就已經是那個 四成八字那個宣紙 大概是八連平吧 所以那時候畢業展的時候大家都很恨我 因為我總是佔人家最大的牆面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我在講個不好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在大概台大第二年 我就已經開始放牛了 因為我那時候都是要臨摹嘛 臨摹完了之後我就覺得好像對我來講不夠 那我那個時候臨摹作品有點厲害 我會把教授的話調過來他不太知道 所以我就開始去打球了 所以你們可能在上面的影片上 有看到我投三分球的那個美姿籃球 所以我原來也是個運動員 我精力無窮 他也是 改變我們去一對一打半場 好 那所以這個是我的創作聲線 我這一段就是很開心 我畫水墨都學得很滿認真的 然後我這句話你們可以去跟老師求證 他們的確知道這事情 所以我大概二年級就開始放牛啊打球啊幹嘛的 就很無聊 那時候又想點子 我是坐不住的 所以我就說那要不要出去念書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去的是1987年 不對 我1983年出去了 那因為當初國立醫專的關係 我必須在重修大學部 所以我等於大學重讀 在美國 在華盛頓論州立大學 那我當初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幾個藝術家最紅的時候 比如說是Brice Marden Cyde Trompoli Mark Tovey Thomas Fenton Mark Roscoe 當然他們那時候也在討論 那個再早期的Diego Rivella的Work 或者是Gorosco 和Jackson Pollack 那時候都是最大的話題了 那當初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剛開始也是要從傳統的 所謂的禁物開始 我甚至要學怎麼樣崩畫布 我第一張禁物是畫石頭 畫一個大石頭在一個中間 然後畫一個石頭像雞蛋這樣子 所以大家有沒有想到 我現在的作品是這樣 我改天可以分享給你們 可是因為都在美國 也沒有拍到照片 那個時候主要我們很多資料的流失 是因為那時候 所謂的數位相機還沒出來 我們還沒有辦法這麼快拍 都要送到攝影師去拍 所以在早期呢 我對Mark Tovey的作品很有興趣 那加上書法的線條 那時候有所謂的留白 那我就注意到Mark Tovey的作品 很多是反白 它是用白線的 然後它對空間的布局很有意思 然後它是一個有點像碎形的一個 整個大塊面 所以我也注意到它的作品 再來就是我要到墨西哥去 我看到Diego Rivera Works 它是在墨西哥 它所謂的Government Building 它就是 比如說我們這一個房間 它都是畫滿了整個建築物 我那時候對它的作品 非常的欣賞 我覺得它的這個毅力 甚至它的所謂的思想也是很強烈 然後再來就是 它這種大格局的創作 就是我一直想做的 我是Mark Roscoe的最大的粉絲 我幾乎有時候睡覺之前 然後又想想它的作品 因為它的作品是用色塊 可是它裡頭有很多很奧妙的布局 有光線 有塊面 甚至可能只是簡單的極簡的塊面分割 也可能是所謂的天空 也是海水 也是夜光 它的東西太深奧了 好 再來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從四年級版畫畢業之後 油畫畢業之後 我在中間有修一下陶藝課 因為我當時在英哥出生的時候 英哥是非常貧窮的一個小城市 我這邊可能有英哥來的朋友 那我們都是一窮二百 真的窮得一塌糊塗 這小學才有第一雙鞋子 那我上學的時候 每天就是從這個中鎮二路就走上去 我們小朋友就像鴨子一樣 一個接一個這樣趕去上學 所以我們就看到 每一家的小朋友他們家做的 拉配的business都不一樣 有的做瓶子 有的做小人 有的做大水缸 有的是骨灰潭的油 管音巷什麼都有 那是當初台灣 英哥是做外銷的 這是一個小東西 真的不值幾毛錢的 大家都很辛苦 那所以我在華大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 我可以學修一個課 我說那我就去修陶藝課 當初我在英哥的時候 我說我絕對不做陶藝 因為太苦又髒 要髒細細的汗牛夾背 又要扛東西 所以我看到都很窮 一拿起來又打破了 就是本題了 所以我在華大的時候 是有修陶藝課 我修的是柴燒藝 他們美國有兩種藝 一個大一點叫Grandfather Kilm 一個叫Grandmother Kilm Grandmother Kilm Grandmother Kilm 小一號 那我在那個時候 我要製作陶藝 每一個人輪流一個禮拜 做一般的陶藝 男生不幫你的 所以女生要當男生用 一個禮拜夠用 全班夠用的陶藝 大家輪流做 還要配藥藥 所以不是藥藥顏色 就配好給你 你要去配藥藥 所以你一進去那個藥藥室 它簡直是 就像藥房一樣 一瓶一瓶上面的明明 所以這時候也很辛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要研究 就是要去研究的之前 我要準備很多功夫 尤其是我的文藝復興 是用英文學的 大家想想看 文藝復興 從義大利文翻譯過來 然後我再用 翻譯成英文 我再去念英文 我最記得深刻印象就是說 我們的文藝復興 那時候的畢業考 是100張幻燈片 每個幻燈片 大概只有30秒 你要把藝術家名字寫下來 還有畫的名字 所以那個時候 非常非常辛苦 我還要修整個 美國的西洋史 不只西洋藝術史 是美國的西洋 就是用英文來修西洋藝術史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我們台灣 當初在國立藝專畢業的時候 我們要去念研究所 第一點是三年 它不給我們念 第二點 你要讀完它的所謂的GUR 就是 General Requirements 的classes General University Requirements 所以GUR 所以這個時候 就沙哩瓜雞去美國念書 一頭再進去想怎麼辦 也不能回家呀 甚至多沒面子 所以還是咬著牙 把這個學識學位念完 所以我最後一年 除了拉胚 畫幾個大石頭 學怎麼做畫鋪 準備這些畫鋪 這個是在台灣學不到 我覺得現在好像 台灣的學生 也不太懂了 怎麼崩畫鋪 跟自己做石膏的畫鋪 有時候是美術社幫你做 因為台灣實在是太方便了 那這個GUR裡頭 包括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學課 是維積分 這裡有修過維積分的請舉手 我知道 我們台大的畢業生都是高材生 你想想看 我一專畢業要去念維積分 用英文念 傻眼了 所以我第一次去念維積分的時候 我才想到什麼 我那時候想到的是雕塑 我那時候想到的是Volume 還有他的哲學 所以我修維積分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我的啟蒙 他很多布局 很多邏輯 尤其是Volume 我那時候覺得 我好像找到藝術了 那我維積分其實那次考 考37分 因為他有三大題 有一題我一點沒有想清楚 那一題我做不出來 所以我後面兩題就沒有做好 我就跑去跟老師哭 我說我拿到紐約州立大學的 碩士學位的admission 那我不能去念 我這一課要當調 他說 我看看怎麼回事 就老師 數學學老師就把成績單 就是一般全班的成績拿出來 一看說 你是誰 我說我是Leigh Wendt 他說 你考全班最高分耶 我說 是嗎 他說 你是哪一系的 我說我藝術系的 他說 藝術系怎麼比理工系 考得還好 你拿第一名 沒有問題的 你畢業了 我給你A 所以他們是看一個curve 那他告訴我 我說你為什麼 我說老師我其實可以考滿分的 他說 你為什麼沒有考滿分 我說有一個地方卡住了 我回家才想起來 他說 哇 那一定是給你A的 所以你去紐約念書去了吧 所以就是這樣畢業了 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 所以我這個經驗 可能很少人經歷過 所以我米蘇系到最後一年 全部去念理工系的課 再來 所以我們到紐約之後呢 我還是就以油畫為主 我繼續畫石頭 然後我石頭畫到有點像照相寫書 很抱歉這邊都沒有圖當給你們看 然後我後來又做一些 好像用紙盒子做一些雕塑 然後我還是 因為我沒有底子嘛 那我是慢慢要累積 其實當初跟我去念 我們研究所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畫家 叫張振宇跟我同班 那後來再來的學妹 有一個是延民會 這大家都很熟悉 張振宇跟我同班 張振宇四大畢業的 人家已經全國美展第二名 第一名是我們班上解針熊那種 第二名是張振宇 他們兩個真的是數一數二 張振宇已經在畫那個 文藝呼吸的這些意象了 那我還在那邊畫石頭畫血深 我心裡很痛苦 可是我在想說沒有關係我慢慢來 我從頭開始我不怕人家笑 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第一年第二年都還不行 都還是在 catch up 繼續在念美術史 繼續在念藝術理念 所以那個時候呢 在當時呢 當時呢是 Roschenberg Frank Stella 他們那個時候非常非常紅 帕拉克那時候也很紅 可是帕拉克是稍微 稍微已經過氣了 就是他的high point已經走了 其實那個時候他的太太 1980年 李克薩德第一次 第一次據說是在MOMA 第一次有女性的個展 之前全部是男性藝術家 所以等於是說有一個 那時候有一個潮流 就是說女性藝術家開始要抬頭 再來哈蘭范克斯拉 這些都漸漸變得有點 就是比較備受注意了 那他們之前 哈蘭范克斯拉的先生 就是Robert Mullenwell 那他們那個時候都是 Pollock Romerwell Mullenwell 都是說都是男性 先是住在這個 Abstract Expressionist的世界 所以那個時候 我在學校的時候還是 都是男性老師 我們只有一個藝術評論老師 是女性 所以還是非常非常 chauvinist的時期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被壓得喘不過氣 因為我又落後嘛 所以我念完MA program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還是以照相寫字的寫聲為主 我做了一些怪裡怪氣的東西 媽媽糊糊畢業 我就走了 走了我還是不甘心 我說這樣不行 我還要再回去研究 所以我又重新再研究 Mark Tovey Sai Trembley Mark Roscoe Diego Pollock 的共同性 加上我原來的水墨 好 所以呢 我就說算了 不畫了 我去學板畫 因為我還有一個事情沒有做 我試試看板畫 所以我去做板畫的時候呢 這個是板畫 先往後走 這張照照 最後 這個是我第一次嘗試的板畫 這張板畫現在樓上沒有 這張板畫就是 原來我是做了一個風景畫 有點像Turna Tuna的一個板畫 就是線條它有很多也是同板畫 我就是有樹啦 有水啦 有山啦 有雲這樣子 我看一看覺得說 人家大師都做過了 我當然這些線條是不錯 可是看起來不怎麼樣 所以有一天我就把那個板 就切成四塊 就把它切成四塊 小小的 只有六吋跟兩吋高這樣子 我就看到不同的意象了 我就看到我的水 我就看到我的雲 可是那時候我集中在水的作品 所以這個是第一張板畫 那都是用線條來畫這個曲線 那後來當然我又回想到 我們在宋朝的時候 有很多人研究山水畫 那山水有些水的部分 有些符號 不同的水有不同的符號 我就用那些符號來玩 再者 這輩子我最後悔的事情 就是我們學音樂 我可以聽到音樂 我可以re music 給我一個音我就知道在哪裡 可是我就是沒有機會 因為當初台灣跟光復 我父母親在音樂比較貧困 我沒有辦法去上音樂課 所以我對音樂有非常非常大的遺憾 所以我就說 那我就用音樂的韻律來做一些板畫 因為我找到這些線條 那這些線條呢 我們樓上有一些作品 就是有兩個 兩套書叫水 第一套有五張六吋乘六吋的板畫 其實就是用音樂的韻律 所以那個時候我真的好興奮 超級興奮 然後再來我就做了七月的封 我們這裡 沒有關係 後來我就把它發成稍微大一點 叫Back to Pacific 這次我們在當樂館沒有展出來 因為我們沒有送回來 就把它發成成大概對開的 新版 那個時候做完那個版之後呢 我就想可以發展成一個大的畫面 當初沒有想到是海洋 跟水 沒有 我這一套曲線的作品跟水的連結 是後來的事情 剛開始是以音樂的系列來做的 那我為什麼用白線呢 就是因為Toby的影響 再來呢我做了一套 好 我們回去 對 對 那我又想到Pollock 那我又想到Site Trampoli的塗鴉 我做這套版畫的時候 我的小孩只有三歲 那因為我會說 妹妹你的水怎麼化呢 他說媽媽就這麼化啊 不是很簡單嗎 那她就喜歡把塗鴉齊 我有個塗鴉齊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塗鴉齊 那我們再回去剛剛那一張版畫 對 就留在這裡 這一張畫叫什麼 叫Peter Patter Peter Patter就是雨聲的意思 英文的Peter Patter就是水 雨聲打在葉子上面的這個聲音 叫Peter Patter 所以Peter Patter我只做了幾張而已 這個就是我當初就用所有六種版畫的技巧 新版 銅版的技巧 腐蝕介紹 通通放在這個版上面 它有Hard Ground Soft Ground Aquaturn Dry Point 跟Speed Bite 那這個版很大 所以我要用我的浴缸去腐蝕 因為學校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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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硝山水的那個盒子不夠大 所以它很重 很重 這個一個版拉起來也要一二十磅 所以這裡頭就有所有的 有一點Power的影響 那當然有一些浪漫主義的影響 再來呢 它還有留白Toby的影響 這張作品很可惜也是在紐約沒有帶回來 好 下一張 那我們為什麼不叫 Etching 叫Intelio的關係 是因為我 因為Intelio是把墨上在板上面來印 在凹塗板 所以如果是把墨塗到線裡頭去縫 再印出來那個就叫Etching 所以Intelio是把墨放在上面印出來 有點類似Monotype的印法這樣子 那當然同時你可以裡頭也上墨 凹的地方上墨 凸的地方也可以上墨 不同的顏色 那個就還是叫Intelio 好 往下 好 我們可以繼續去看下去 好 這是Pollock的作品 我跟Pollock的理念 其實有點接近 不是意象的理念 不是作品那個形象的理念 是整個大格局的理念 它理念是說 我畫 我就是想畫很大的畫 讓大家進去裡頭探險 去找找看你們可以感受到什麼 你們可不可以跟我一起進去 感覺到那個空間 感覺到那個氣氛 感覺到那個所謂的意境 那個意境當然有很多是從中國話來的 因為我其實比較喜歡 孤寂的意境 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走到很深的地方 其實只有一個人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好 李克克森呢 是Pollock的遺孫 那他在早期都是在幫Pollock 在經營他的事業 那一直到 Pollock其實原來你們有看過他的電影 他是後來到跟Peggy Gogan Khan認得的時候 他在Long Island 有他們的State 他們常在那邊玩的時候 他才發跡的 其實李克克森本身是一個非常好的藝術家 非常好的藝術家 那他在一九八幾年的時候 他過世的時候 他就把所有的State 就成立一個基金會 叫Pollock Krasner Foundation 這個基金會是贊助藝術家的創作 他本身不是說展覽都不是 就是藝術研究 給你一年的基金 你只要想做的事情 就去做 做出來寫個報告就沒事了 所以我們這個當代管理展覽的四張大畫 在我們二零一展間的四張畫 全部是Pollock Krasner贊助的 現今兩年到三年的研究計畫 這一點我們真的非常謝謝他 所以我們是特別謝謝李克克森 Pollock Krasner 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所以這個就是衍生到後來 這個Scribbling Stage 這個就是我小朋友塗鴉的Stage 這個Side Trumbling Side Trumbling他們那個時候 在Carolina他們有這個畫派 通通通都是用極簡 所以他裡頭還有 我比較崇拜的就是下一個是 這也是Side Trumbling的作品 Brice Martin 是我的icon 因為他1980年的時候 也是認識了一個我們中國藝術家 然後建議他呢到東方來看一下 書法的意境跟這個創作理念 所以他受了影響很大 他這個是用竹子畫在那個星板上面 然後呢下去腐蝕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美妙的線條 有非常深不可測的意境跟力道 所以他也是我受影響很大的一個藝術家 下一張 好 紐約跟其他地區的不同 剛剛陳校長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就說 欸 西班牙還有去 除了Belba跟Vaslaut 其他地方都沒有什麼 我們在美國是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一個是舊金山 芝加哥跟紐約 現在加上洛杉磯了 現在那個美國的當代從 在加州是從洛杉磯 就一直往洛杉磯了 因為現在他的那個 所謂的當代的力量很強 還有一點 很多事業進去了 有些 比如說Disney 動畫啦 很多多媒體啦 還有電影 在Hollywood 所以現在洛杉磯也起來了 再加上往東岸的話 就是Savanna 或者是Charleston Georgia那邊也是很不錯 當然Maryland沒有話說了 如果在東岸的話 就警示紐約 Boston 從Boston這個地方下來 我們美國的新移民 有兩個地方進來很重要 一個是Boston 一個是紐約 那Boston進來的 跟紐約的他們會 他們會 meet halfway 就沿著哈德順河 所以如果說叫Early American Paintings 比如說聖家弘人公司 叫Singer family 他們就收集最大的Early American Paintings 所以馬州跟紐約都是分不開的 文化上面的結合 他們沿著哈德順河下來 所以有一個學派叫 Hudson River School 是講Early American Paintings的 他是從歐洲的浪漫主義的作品 那時候開始衍生到現在 就是早期的美國的classic的作品 然後再到當代 所以這個脈絡非常非常重要 哈德順河兩岸 所以中間造就了幾個 藝術家很有名的 從歐洲移民過來 是Thomas Cole Federach Church 那又說紐約 為什麼又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因為我念大學是在 Early State New York 然後我念研究社 就是到馬哈頓來了 那是完全兩個不同的世界 那馬哈頓是一個大榮爐 亂七八糟的 尤其最近像川普當選 就是更熱鬧了 那因為他的政治金融都在紐約 都在馬哈頓 每一個年輕的藝術家一定要去紐約 所以如果我常常跟他們講說 你如果到美國沒有去馬哈頓 那你就不算到了紐約 可是呢你當藝術家呢 如果只到馬哈頓 沒有去別的除了馬哈頓外圍的地方 那你不見得都到美國了 因為我們有些年輕人就說 馬哈頓應該有他自己的國旗 他是一個小國家 只要一離開馬哈頓 一過了河 馬哈頓上河到紐澤西 或者到Rinebeck 什麼跟馬哈頓都完全不一樣 天差地別 文化就稍微弱很多 所以一定 那所以我在馬哈頓就受很多文化衝擊 尤其像我們工作室是在Chelsea 那Chelsea是 Chelsea是從29階到15階 第十大道跟第十一大道 這個十條街有3500家畫廊 而且都是世界的名畫廊 不包括工作室 除了畫廊之外 他還有時尚整棟樓 你們知道Massa Store 他整個設計中心在那裡 全世界的最好的建築事務所在那裡 所以Chelsea等於是全世界的藝術中心 不是馬哈頓紐約 是Chelsea 現在Windy Museum也是搬到Chelsea去了 所以它是從第十四街以南 大概十二街十三街的地方 所以現在整個這個西南部的 馬哈頓這個小島 現在已經變成藝術中心 滿街都是藝術 滿街都是公共藝術 如果你們覺得台灣的公共藝術 不夠好看的話 一定要去馬哈頓看 那我其實有很多資料 我沒有拉得及拉出來給大家看 你們幾乎認得的 在我們現在當代史上面 很有名的藝術家 幾乎在馬哈頓都有展過 這個四大元素怎麼來的 其實當初當然我們是學水墨 也是講金木水或土 可是西方的四大元素是水火地氣 那我真的想說反正也差不多嘛 我們都是講行動上的東西 所以我就以這四個方向去走 大家可能不相信喔 我做完板畫之後 板畫就沒有做了 因為我中了毒 中了毒之後 就是產生一些身體上的反應 我說那不行 我不能再做板畫下去 我就去再回去畫油畫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因為我中間停了九年 沒有做畫 我實在沒有辦法畫 我卡到一個很大的關卡 就是說 我有很好的水墨技巧 我有很好的素描技巧 我有數學的基礎 我有陶藝的基礎 再來 我有Painting 當然是比較新 再來又受了紐約這個大衝擊 我沒有辦法做作品 很少藝術家中間停這麼久的 所以我的履歷上面有個很大的斷層 那我們現在就是 所以我再出來 重新再開始創作的時候 我板畫也沒做了 我第一張畫是一張比較小的油畫 大概只有 45公分乘60公分 我就做一個 就馬上做這個刮線的處理 先上淺色的 然後再上深色的 再把線刮到 那一張畫很成功 其實那時候我在台灣 第一個回娘家的展覽 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時候 我記得在導覽手冊是封面 我的第二張油畫 九年之後沒有辦法 第二張油畫就是 我們這個16名的大畫 現在有點縮水變15名 所以我自己也很驚訝 因為有一天比如說 我看了我的工作室說 我要畫一張畫 跟這個牆一樣大 然後我不要想我是男生女生 我就是畫一張很大的畫 那這個待會兒 為什麼我會講這句話呢 我們待會兒到畫的系列的時候 我要講一個小祕密給大家知道 只有今天當代座談的人 才聽到了小祕密 好 那當畫完這張水之後 OK 我們發明成功了 好像是在做 其實我不做藝術家 我可能會做發明家 我應該去做什麼 發明什麼小東西 因為我化學都考一百分的 那我物理都是膠白卷 因為我老師不好 所以我聽不懂 所以我就都膠白卷就走了 我那個時候是有這個脾氣 那這第二張火的作品的時候呢 是我畫不出來火 我給自己一個目標說 我要畫水火地球 我真的畫不出來火 正巧那是我父親 比較危機的時候 健康比較危機的時候 我就回來台灣奔上 所以我在奔上的時候 我每天與火為伴 那火呢 我就發現 火就是我們每天都要共存的一個元素 它有 我們有做東西要火 我們要有太陽光 我們要有太陽能 火也可以熄滅水 水火共生 水火也是會共滅 所以火是一個很有趣的元素 那當初也是因為看到我父親在這個生死之間 這個動力 我看到一個意象 我做作品一定要先看到一個意象 我才有辦法去實行 很奇怪 有些藝術家是不一樣的做法 他先做一些實驗 然後慢慢延伸 我是要先看到意象 然後我要一起合成 我不曉得這個是怎麼回事 不曉得是跟版畫有關係 因為有些是布局 東西要一個一個一個階段 叫布局桌 蹦 一齊合成 我就是這個筆記 我從你們剛剛看的很多版畫也是這樣 中間都沒有實驗 很多人都說 老師你這張畫 你有沒有席作啊 隨便賣一賣啊 或者給我啊 我說真的沒有耶 你們去那個市場找找看 沒有耶 然後這個火的作品當初也是答應 我還以為是要做一個十六米的大畫 可是沒有做成十六米 做成十米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多半大的建築物 超過十米以上都有一個柱子 所以沒有辦法做一個連續的畫布 主要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當初決定 絕對不可以用街的 這些作品走個創造過程 我在想 我這三個月在導覽的時候 講了很多 我們待會有問題大家再問 我們先把這個整個創作的過程 先走一次 那我們先到契 契 契是我第三張的大作品 還是用我曲線的符號 因為這個是 也是講的是 你知道這時候我要做很多觀察 所以我們在國外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們跟大自然很接近 我們在像紐約州的話 你一看馬哈頓 你簡直像到歐洲了一樣 非常美 所以很多人就說 美國好醜 你看紐約亂七八糟 你看軍多生氣這樣 舊營三家很舊 都是不 不是 其實 美國非常的美 然後每一周都有美洲的特色 所以 可是這次我描述十月的雲 十月的雲最美 台灣也是 十一月十月的雲最美 那這個意境當然又是我們所謂的創作理念 還是用曲線 還是用上下的顏色的對比 來做這些創作 把這個層次做出來 把這個 perspective 做出來 光線 volume texture 這樣子 這些都我堅持用我曲線的符號 好 我們回到那個 地 地這張作品 平良心講是一個意外 因為呢 我不知道怎麼畫地 因為我們看到的風景 非常非常的複雜 我要描曬地 畫出來又像太空的衛星圖 地是一個硬體 我要用曲線來畫我四個元素 我第一畫不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了一個點子 我畫冰山 所以冰山因為它冰也是水 水凍成冰之後冰有crystal 所以它比較剛硬 所以這時候就用三角形 山的形狀 來做這個冰山的作品 這個作品是完全跟其他作品不一樣 它非常非常的安靜 那這些作品都是描述我的心境 我們在講說 人要經過一個大的苦難 它作品有一個轉捩點 我離開台灣 是經過一個苦難 很多人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小秘密 你們後面門要關緊喔 所以當初我去找 就是要找這個意境 然後呢 這個意境我找到了之後 給我自己很平息的五年創作時間 我在那個時候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 可是非常估計只有我一個人 那後來又經過一個大變動 這個就是我的家庭分裂 所以我後來的作品又不一樣了 這時候就開始的盛化系列 為什麼我當初講到 要把門窗關緊 我們在藝術史上面 我相信兩位老師都很了解 尤其在西洋藝術史 在歷史上 最早有記錄的女性藝術家是 叫阿特密西亞 你們這家各有個畫廊 有個女性協會叫阿特密西亞 是 所以阿特密西亞給我的歧視非常高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先做盛化系列 阿特密西亞 阿特密西亞 我每次看到她的生病 我都非常的難過 因為 她是Baroque時代的一個畫家 她的父親也是個畫家 那時候女生不能學畫 就像我們中國人早時候女人不能寫字 阿特密西亞在早期 她不能學畫 可是她爸爸找了一個私人教師 跟她教導她 這個私人教師也是一個畫家 叫Tassie 阿特密西亞是1593年生的 她1656年去世 她在18歲那一年 Tassie就在教她畫的時候強暴她 強暴她之後呢 她們就試著要建立一個男女關係 然後結婚 來保持她的癥結 可是因為 Tassie後來有 跟她爸爸的弟妹油染 然後也當然很惡門昭彰 也有偷阿特密西亞爸爸的一些畫 跟一些古董 所以就產生一個訴訟 那之後這個訴訟就弄得很無煙瘴氣 也就是因為她跟阿特密西亞的關係在先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說 是女人的錯 這個事情擺不平 所以阿特密西亞在她的作品裡頭 都是描述非常強烈的一些主義 很多的分飾技術的影響 這個是小秘密我跟你分享 為什麼我離開台灣 所以在幾十年前 女人都覺得很羞恥 現在我覺得 我可以說出來 因為經過這十張大話 我已經跟自己 make peace 所以在生花系列的時候 我不是像阿特密西亞去描述 這個很苦難的這個角度 我們是描述 我們來慶祝女人的力量 所以這些女人的作品 每一朵花都要表一個女人 如果說 我們的大文豪說 如果上帝沒有創造女人 他就不會創造花 我們不會說 陳孝島你好像那朵花 可是我們會說 高老師你很像 很脫俗 很脫俗 仙人長也有很美麗的花 偶爾開開花 然後呢 甚至印度凡文的燕姨 有一句話說 三個事物可以清涼心境 去除恐懼花水跟呂心美 我是覺得這描述我描述得太好了 所以我們從這個花裡頭呢 當然啦 我是就隨便指一指啦 比如說我們的三色景 我們是用 李克斯諾 然後 去走下去 租景呢 我們就用 肥達卡哈拉 那肥達卡哈拉 跟我有很多地方很接近 你把肥達的作品先拿出來 我用租景代表肥達 肥達跟我接近的地方是在 我們當初也都是受過的 陳校長你不要介意喔 你在這邊是少數的男生 對不起喔 因為我當初是有受到一點壓迫 然後我出國之後 我受到很多身體上的苦難 我在畫大畫的時候 我從梯子上摔下來 從硬架上摔下來 所以我的骨椎是 脊椎骨是摔斷的 還有骨盆 所以我的背有打了六個釘子 當然骨盆也有修復 所以我是忍得痛 把後面那兩張大畫畫完的 所以請大家道路上 再多看一下那幾張大畫 是有血有淚的 我是中間沒有停 因為我有我的使命 我作品一定要畫完 所以我護腰是一層再一層 有時候綁到三條護腰 硬把畫畫完 然後是拿著拐杖走上樓梯上去 所以當然Diego也是一個很爛的人 所以造成Freda也是 也是很多很痛苦的地方 她是非常強烈的女性 好 那再者在去年颱風 這個颱風的話我們後來再講 我們先做花的戲 我們再回到花的系列 有沒有花的特寫 好 這次我就代表了Lee Cresson 因為我不是說花長得像這位女藝術家 我是把花表現的是那個氣氛 她的熱情 跟她的 比如說這個是像個臉 李 Cresson 有個很溫和的臉 我在這裡頭看到說我就把她 用這朵畫代表她 當然還有Georgia O'Keeffe 這其實女性主義裡 Georgia O'Keeffe 我是比較不崇拜的 因為她有個很成功的先生 所以O'Keeffe 她是有點像打扁車 好 再來 好 她是因為我是把她的感覺 帶來一個所謂的宇宙的力量 所以這張的作品 跟其他用線條的作品是不太一樣的 她是用清空來點 再來 好 這是Atamecia的作品 拖起來也是表示我自己 因為很多女性她比較中性 可是她也是可以當爸爸也可以當媽媽 大肚子是可以當浮育寶寶的 那我當然也是提醒自己 我要有大氣 大肚量 所以這裡有很多隱喻液 那線條的部分也是玩一些 顏色的變化跟對比 牡丹花其實是我不要做的花 我當初說我有兩個花絕對不做 一個是牡丹花 一個是玫瑰花 玫瑰花是沒有辦法 是被哈根達斯給強迫出來畫一朵玫瑰花 要做她們的文創 那牡丹花 因為我要描述的是小花小草 我覺得我們都不是要提倡去推廣 像川普的太太那種名模 因為我們都沒有180公分高 有沒有她那種身材 那個腿大概是有四指長 我們要描述的是每一個女人 每一個女人都有每個美麗的地方 跟很有特色的 跟很有不一樣的所謂的這個堅強的力量 所以牡丹花也是應觀眾要求 才做了這朵畫 那當然在當代館有一個窗 所以呢我就做了兩面的窗 當代館這個展覽其實跟一個 所謂的裝置很有關係 其實因為我是在講一個故事 我們先 往下走 我們先從帆船開始 帆船呢 是從這個Landing上來 就到窗窗有點像回家的感覺 那九鄉系列就是另外一個苦難的開始 很多人不知道說這女人怎麼搞的 一天到晚變花樣 其實不是 這個九鄉系列上有幾位朋友就了解 也是我在颱風受傷的時候 我跟著我的朋友要一些酒箱子來 幫我們的畫點高 因為我們都泡水了 楊明山的風災很厲害 在去年8月8號蘇堤的颱風的時候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我差點走了 因為那個落地窗的門 整塊飛起來打倒我 所以我這個臉是從 是有受很重的傷 現在我也是還是蠻辛苦的 因為我沒有淚水 我沒有鼻涕 我沒有唾液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養傷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些酒箱子很美妙 所以其實這個酒箱子 不是提倡紅酒文化 它是提倡recycling 一個這麼美的小箱子 大家不知道就把它打掉了 扔掉了 燒掉了 我把它用它的圖層來做一些變化 很多作品在以前的作品裡頭 現在沒有在當代館 像有小的燈塔 我就會把我的四個元素放進去 告訴大家一些訊息 繼續走 像有小房子 我對家很懷念 可是我的作品裡頭 多半都沒有人 因為我一直在一個很寂寞的 我自己的一個小世界裡頭創作 繼續 這個就是原來酒箱子長這個樣子 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拆開 補土 批土 上石膏 這個就跟我當初在美國的時候 學怎麼樣處理畫布 跟修復畫的時候的一些技巧 來處理這些東西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文青玉附近的話 多半都是畫在木頭上面的 剛剛那個有一個愛心的箱子 就是變成這個樣子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 因為一個箱子有五面 我們玩幾何的所謂的布局 所以我們有畫三面 有畫四面 有畫兩面 甚至一面 然後有做不同的元素的處理 有水跟火 或者是有彩色跟黑白 因為我是生活成長在一個 黑白電影變彩色電影的時代 所以有黑白跟彩色的變化 我們繼續 待會有空到樓上去看 繁船系列也是被十二人館長害的 因為他說我們館長需要一個作品 我說我又不做雕塑 你要叫我放什麼 他說你畫水 你去弄個繁船來 所以他給我功課 所以我們現在當代館 門口就有兩艘大繁船 那這個繁船 我們當初是要用輸出的方式來做的 我想交給輸出 我就沒事了 沒想到開展前四個禮拜 繁船才做出來 因為這個繁現在台灣已經沒有人做了 那我想說又去輸出也不行 因為大家可能不了解 繁其實是弧形的 它不是這樣平的 它是弧的 所以你要送去輸出的話 也沒辦法印 所以我在開展前三個禮拜 我跪在第三號的繁船 這個繁都是手工畫的 兩艘船八面帆 比201的工程還好大 你看 又是綁著護腰在梯子上面畫 畫水的時候 因為場地的關係 我們家的牆 我要畫紫線 畫火的時候 我要畫橫線 因為這個帆有四米七高 所以你看 這個是要用很多想像 要很多數學的organization 凡要活要橫的話 水要值的話 倒過來畫 非常非常辛苦 好 滴水章子是講八七水 在我們家 當初比較貧窮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要集合很多的撥撥盤盤 在那個 Again 這個是強調我一個人的 所謂的 我的心靈的世界 我就是要很安靜的地方 我要大自然聲音帶到室內 這個很多其他細節 我們還可以再討論 所以有很多參與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在畫畫的時候 我聽不到聲音的 我會入定 然後只有我自己 所以我是其實這麼多年艱辛的生活 三十幾年的流放 二十幾年 差不多三十年的創作 我幾乎都是一個人 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 我才能真正給我自己做一些檢討 我到底在幹什麼 我想做什麼 其實我用這個過程 在找我自己 我覺得我很幸運有這個機會 然後有這個能力這樣做 水柱的這個作品很特別 因為我想做一個很高的陶藝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圓筒怎麼做 或者想說 我們就用一個著景的方式 在海洋下去 像這個形狀取一塊上來 所以你會看到有地 有珊瑚礁 有水跟有天空 所以是這個原因 好 再下一個 好 現在我們的結語就是說 當代館這個展覽是怎麼形成的 當然經過很多人給我功課 也是我自己的功課 那當然中間還有多媒體的互動 我們需要做一些連結 所以整個展覽其實是 從大家跟我一起回家 我在外頭三十五年 其實三十七了 應該算三十七 我從門口 我做帆船回來 經過 經過Ventura秀 看到這個世界上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開始進到我們進場的時候 先看到這個動畫 有個小帆船 搖搖晃晃 經過暴風雨 風吹雨打日曬日出日落 我們就回家了 好 回家 先看到左右兩邊的大小壩跟玉山 先著地 再看到家園窗花的這個微微燈火 這個牡丹花 經過水路 大家有經過一個互動的地方踩下去 有看到自己的腳印 然後再跟我們到滴水裝置 就回到我最早的童年 漏雨的英哥的家 農舍 聽到蛙鳴聲 閃電 腳步聲 再到苦難的世界 九鄉系列 受傷 再到我們的聖花系列 找到我自己 再到我們的文創區做時尚 因為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有一個任務 我希望我繼續做我的藝術大使 把我們的藝術帶到每一個人 在這世界世界上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頭 甚至我到非洲也是這樣做 我會到孤兒院去 我不怕我被AIDS傳染 我叫他們做剪貼 去傳播這些文化的一些精神 到最後我們201 所以201的話 其實在整個展覽是最早做的 如果大家倒過來看 是最早做這樣倒出來的 所以冥冥當中 我最早的結論就是說 我覺得我201的作品 尤其這張15名的大畫 其實是我20幾年前就在撤這個展 所以很奇妙就是說 跟別的藝術家不一樣 他會畫一些新作 然後一直追溯到以前 可是我的作品是不一樣的 那一張畫是主... 等於是... 不是主視覺怎麼講 是主題目 然後從那一張再衍生這些支線出來的 所以...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高興大家可以在這邊跟我一起分享這個旅程 謝謝大家 謝謝立文老師為我們介紹他藝術 不僅是他的發展過程 也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歷程 那我想在聽他陳述的過程當中 大家應該有很多的感觸 那我也整理了很多希望將來有機會跟他對話的 可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想大家更期待想聽聽看志誠老師 他一個男性藝術家 還有個男性一個行政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者 他怎麼來回應那個立雲老師他的創作歷程 那我就先把這個機會時間給那個志誠老師 藝術家還有我們主持人、館長、院長、大家好 在國內我們很多這個機制好像都沒有確實建立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把我閒置這麼久 這是最近這一兩年來我閒置最久的一段時間 我當然剛才有出了一下公司 抱歉應該有分了心 為什麼說我們的機制都沒建立 其實我們應該早一天好好去藝術家的工作室 真的做一個很詳實的紀錄 其實這個創作立場非常非常的寶貴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機制其實不允許 這個要跟藝術家說明一下 這個機制如果說主持人 這麼好的主持人請他來了 沒給他多一點機會來詮釋我們藝術家的作品 那會蠻可惜的 那同樣的 我這邊我其實也是很希望對這麼這麼棒的作品 多一些多一些我的看法 所以這個機制我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尤其我們當代管其實目前面臨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思維跟我們的五官官能的感受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思維其實言語它是一個主要的性質 那語言其實它是個附屬的性質 那我們的這個思維裡面如果要確實建立好那個架構 我們其實就需要語言邏輯 那當然我們還要表述出來 表述出來我們其實會透過口語 但是口語 我們如果要表述好口語 我們至少要像文學的體系 比如說就會有小說 就會有散文 就會有詩 那當然我們這個表述的時候 我們會有情境 那當然字數 剛剛藝術家的字數 它其實是這個的基礎 我們應該要特別注重這個字數的部分 那因為我自己已經有先做了一定的研讀 所以剛剛其實我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這個表述的這個情境 如果各位你們剛好聽藝術家的表述 其實它比較是多少跟中文的系統有關係的 它會比較有共識性 會比較有形象的這種原則在做表述 那我們其實國內常常都會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思維的跟五官官能的感與受 我們的國內這個機制常常建立的不是很清楚 這個是我每次一到這種場合我都會想要做說明 那我舉兩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我在巴黎擔任台灣文化中心 負責歐盟交流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們有規劃了國內很重要的表演團隊去歐盟演出 那時候我們總統夫人周美青夫人她是領隊 我們就安排她去參觀旁邊渡中心 參觀旁邊渡中心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規格 就是像現在的這種機制 他們的機制分得很清楚 因為她是總統夫人 所以他們的館長他們的主席他們都會stand by 然後他們的所有的檢位會從門口一直一直護送我們總統夫人 一直到參觀的現場 那到那裡當然他們的主席他們的館長會做引導介紹 那因為那個我們總統夫人很希望跟小朋友對話 那他們一直都有個教育學分 教育學分就是小朋友可以直接在美術館 由三個兩個老師一個家長三個人帶去 那他們就坐在那邊 那我們總統夫人就說聽聽他們講什麼 那如果是我相信如果是在我們台灣的美術館 我們一定也會做剛剛說的那個表述 或是做一些詮釋 可是常常夫人在那邊她就覺得很訝異 老師就問她說你看到什麼顏色 那就討論顏色 你看到什麼造型 那就討論造型 好像比較針對這個專業的問題 時間關係我大概就不用講第二個案例 所以我就來到專業問題 其實我們的專業題 剛剛其實藝術界一開始也有提到了 事實上專業問題是什麼 專業問題就是我們從事這個專業的這個身份的問題 也就是藝術史的問題 藝術史所延展出來藝品的問題 或是慢慢我們在這裡形成了一個 比較我剛剛有說的這個語言邏輯 或是我們表述的方式 有透過一個文學體材的建構 這個我們稱之為藝術理論 那當然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我會比較著重在 以那個造型的問題 作為我們專業的問題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可是國內通常都會跑到 跑到我剛剛說的那個比較語言表述 那去詮釋的部分 可是我相信各位 如果說你的最知己的好朋友 他跟他女朋友或是他跟男朋友分開了 當然你會很痛苦 那你會跟你的知己說 我女朋友或我男朋友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離開了 我相信你的知己可能會聽一次兩次三次 但是第四次他大概就不會再講再聽了 這個就是表述的問題 可是你看到一個紅色你感覺到很震撼 你看到我們烈影藝術家的這個火 你感覺到很震撼 你看到他的冰山 你感覺到有一個厚重的大地的感覺 其實這個是不需要表述的 這是我們觀觀的一看 我們就能夠感受的 但是這個他有一個屬於我們專業的 這個藝術史發展的這個系統 那至於詮釋的部分 就是我要表述 我要怎麼去詮釋他 他不是只有表述 我要怎麼去詮釋他 至於這個詮釋我剛剛說了 我都會比較採取 依我們的這個專業身份 也就是這個造型的問題做基礎 我通常不會離開這個基礎 然後去做表述 我通常會以這個做基礎 然後做一個適度的詮釋 這是我受這個西方的訓練 慢慢我自己調整採取的系統 所以各位現在已經慢慢理解 我這個前提 我這個前言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 我們其實很難對話 比如說我很愛綠色 可是你會跟我說我不愛綠色 那我不知道怎麼跟各位對話 但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有先把我們現在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其實就是一個對話的機制 其實它就是一個藝術專業的對話的機制 尤其我們今天很幸運 就是藝術家也在場 那當然時間一整個下午 那剛剛那個藝術家表述 那個時間應該是很理想 可是今天看起來時間是稍微趕了一點 所以我在這裡要跟各位說 我如果是我 我現在就會開始所謂 今天最主要的一個對話的一個基礎 就是鄭麗雲當代藝術的這個內容的對話 那這個內容對話 以台灣的觀眾 我都還會特別針對 針對現代主義時期的美感經驗 我通常都會做一些說明 為什麼 因為連麗雲藝術家 他也在美國待過 他在台灣有一個很厚實的這個藝術基礎 可是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他剛剛所提到的 所有這些美國最重要藝術家 其實他有經過 經過之前還有經過一個格林伯格的時期 誰是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其實是後現代主義的美感經驗 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理論家 那他做什麼 他其實認為說現代主義的這個大的趨勢發展 應該還沒有完成 他認為現代主義的在既有的繪畫領域 在既有的單一領域 他透過一個美感的契約的這個簡化 我稱它叫做簡約化 他透過這樣的簡約化 他想要達到一種純粹性 其實我相信這個特質 你們在立營藝術家的作品裡面有看到 有看到 但是因為在台灣 我們所受的這個藝術訓練傳統 我們其實是跟我們的政治有點 狀況有點一樣的 我們是很快速的在很短的時間混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邏輯 就我們兩位我們要去詮釋 要去剖析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要有一點剖析 所以什麼是現代主義時期 其實就是如果是以我們這個創作領域 其實就是畢卡索的立體主義 其實就是馬蒂斯的野獸主義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現代主義這個字 其實是在後來經過了大概20年 才出現在英國的斯坦 所以現代主義時期的這個美感經驗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是一種歸納法 我們就是回溯以前的特質 歸納它 其實當代藝術某種情況 我們現在可以歸納 我們現在可以歸納 那跟各位報告 其實立營藝術家 他其實是可以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位置在台灣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活態的這個歷史的一個縮影 它是什麼一個活態的歷史的縮影 它是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從事這個書法藝術 從事書法藝術 書法藝術的特質 其實跟西方這個系統是完全不一樣的 西方這個系統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在格林伯格之後 就出現了帕洛克或是剛剛所提的這些藝術家 那當然其中最主要當然就是抽象表現主義 還有這個minimar 這個低線或是最低線藝術 當然我剛剛說的是這兩者之間的縮影 我相信從剛剛藝術家的表述 所以為什麼藝術家表述很重要 因為藝術家表述他一定會比較屬於情感方面的表述會混雜的 為什麼 因為藝術家最主要是透過五官官能去創作 他其實也有那個理性思維的部分 但是主要的還是五官官能去 所以他在表述的時候那個情感的部分一定會有的 所以我們兩位我們就會去剖析 還有我們想要去建立一套 將來藝術家會變得很重要 藝術家怎麼樣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他要在他的身份 要在他的系統 要在他的藝術史的位階裡面 他要有一個位置 如此他才會變得很重要 可是我們國內通常在我們的這個機制裡面 這個還不是那麼明確 所以我們的創作家 我們的評論 甚至我們的藝術市場 他就會稍微比較混亂一點 所以現代主義時期 這個階段的創作 其實他有他自己的一種屬於五官官能這種創作的美感經驗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簡約化純粹性 還有涉及到藝術家的這個創作 他其實是比較會原素化 然後他會以造型作為主要的原則 那這個時候還是單一領域 可是來到當代藝術 其實他還是保有簡約化 他其實還有某種純粹性 但是他已經幾乎是跨領域 他不再是單一領域了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藝術家裡面 這裡面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豐富 幾乎跟這個系統其實都有互動的 那當然關於藝術家比較情感創作那些情境 那很重要 可是我們兩位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我剛剛說的這個專業的部分 所以當代藝術他其實某種情況 就像我們當代館 我們要去喝個咖啡 上面有寫 今日有藍山咖啡配什麼什麼 好像是寫了一個情境狀況的一個表徵 但是好像很快速又會去擦拭 好像是一種參與式的一種民主的很自由的 可以各種創作領域都可以進來的 其實當代藝術某種情況是這麼的一個狀態 我今天沒有時間跟各位談當代藝術或是裝置藝術 裝置藝術其實在國內還是有很多誤解 裝置藝術其實其實現在大概有百年史 但是國內都認為說好像是最近的歷史 其實裝置藝術從西法利也蓋的那個 他個人的那個理想宮殿 從那個連續攝影 從度像的現場物 也就是說從建築 從劇場 從報號師 從影像 其實裝置藝術是這麼多來源的 他是跨領域的 那有個時機點就是打打去開始推動 一次後來今天的這個當代藝術 這個我今天也沒有時間跟各位談 否則如果有時間其實 麗影藝術家的這個脈絡 剛好是一個我剛說的是一個很活態的一個縮影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很有趣可以探討的 很有趣可以探討的 那現在我要開始談 但是已經沒時間了 我現在我準備打算開始談那個藝術家的這個 對啊 但是好像我們到三點半 我們盡量講 好 但是還是要下一場的時間 對啊 要給下一場時間 我剛剛要說的就是 因為中國書畫 中國書畫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非常有別於西方 其實西方各位理解的西方都是文藝復興初期 建立了一套叫幾個透視法 把外在世界透過幾個透視法 把它重現在我們的那個畫布上 那各位說不定你們也不太確實知道那個時間點 比如說剛剛麗影藝術家在提到的那個文藝復興的時候 比如說文藝復興非常重要的米開朗基羅的十四天大教堂 那個達文西的那個耶穌被出賣圖 其實那都不是在畫布上的話 各位知道嘛對不對 其實那都是壁畫 那在牆壁上的話 之所以會有今天畫布這樣的畫 那是法奈克要開始把它搬到麻布上來 那是要透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才慢慢形成台灣現在我們說的這個畫畫的這個系統 但是我們也在台灣在移植的時候 我們其實把它太快速的濃縮了 可是這個系統跟我們的國化系統是不一樣的 我通常稱它叫做城市符號 什麼叫城市符號 城市不是那個都會城市 是那個方城市的城市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個介資源 為什麼我們要撫僻村 為什麼要介資點 其實都是我們觀察春夏秋冬 觀察大自然之後找到一些像國具一樣 觀光一定是紅臉 紅臉一定是中心 可是不一定 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 比如說紅頭髮的人都是好人 因為他這麼中心 不可能 那可是這就是我們城市 我們觀察 我們觀察所有人 我們可能透過一個表徵的方式來以少欲多 我們來以少欲多 那我們要這樣做 我們就得符號化 可是西方那個系統是完全沒有這種系統的 那因為我們這樣的系統 因為我們是城市符號 我們不是畫有血有肉 有骨架的這個實際的外在世界的這個現象 把它畫到畫布上來 我們是透過我們剛剛說的城市符號 而且我們可以是遊山玩水 把一整天 把一個月遊山玩水的美好的景象 都同時畫在畫面上 所以我們就得要透過多透視點 所以我們就得要透過以線條為主的一種表現的方式 那當然他也是舒嬅通緣 所以這裡如果各位你們有看另一歲的作品 你們發現其實他還有這個特質在的 那這個特質他其實是有經過創新的 他不是他剛剛說的 如果是他在學生時代一直那樣畫 他其實不想再畫 他想要去打球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創造力啊 我們不太可能就像一個機器 然後重複做個什麼 可是他不只是那個創造力 他其實還有跟在紐約非常重要的這個 藝術發展的這個大龍爐裡面 他有跟他對話的 從剛剛他的介紹 我相信各位應該可以得到見證 其實他是有跟他們對話的 他有認為說那個時候誰最好 那個時候怎麼講 像我自己我很喜歡塞湯布里 我剛剛收到那個龐碧路中心 邀請我去參加他那個開幕典禮 是11月28號 那他們通常都會對那個很重的藝術家 在七樓辦一場非常大型的這個回顧展 那塞湯布里當然當然還 還某種情況還跟石濤對話 他還想要到那個左 那個普左的左 那個跟DNA連結的那個左 那個不是只有五官官能情感的表達而已 其實他還希望到一個 一個我們我們的蘋果的那個地 連結在那個樹枝上的那個生命的連結 他其實還想要展現出那個左 那所有這些蛛絲馬跡 我跟各位再重複一遍 其實烈雲藝術家真的是這方面的縮影 那當然裝置藝術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縮影的見證 抱歉這個我有點小批評 就是力度稍微弱一點 沒有像繪畫來的這麼強 可能當然也是因為新嘗試 還有各位可能不知道 藝術家其實他的負擔也很重 他的負擔為什麼那麼重 因為我們不太可能把 唐宇夏商周 秦南大商國 魏京南北朝 雖然武太傑 我們不太可能把整個藝術史都背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大概只能夠聚焦在某個區塊 跟我們的情感比較有共鳴的那個區塊 所以令藝術家當然他可以持續的一直跟時代對話 可是我們還是會鎖定在某個特別重要的點 所以我這裡要說就是這個活態的縮影 他其實是介於台灣的這個書畫特質 還有在剛剛所表述的格林伯格前後的這個美國繪畫的這個驛戰之間 那各位如果要印證一下 我們可以看地氣水火 其實大概表征或是慢慢的從繪畫到繪畫物 也就是畫畫本來是個平面的 但是麗雲學姐的這個畫畫已經可以變成是個物體 比如說那個花 他不是只有讓他變成一個畫畫平面的 其實他讓他變成一朵花朵 所以他就有必要去處理那樣的造型 那當然也有像我們這樣身份的提到說 他其實是一種 他是因為心由向生 然後透過那個畫的那個形態 然後去表現一種物體畫 但是我其實是對這個觀點不是很讚同 因為還有他的觀點認為說是線來構型 其實我其實一看再看 我都知道應該是先行然後再刮線 我今天還特別再去看一次 我就覺得說這個不印證一下不行 那所以我剛剛說的這個屬於我剛剛先有一個前沿 屬於我們專業的問題 其實我有去做這個印證 所以他是色塊型為基礎 為基礎 再去處理 再去處理比較屬於後表征式的這種線性的特質 所以他跟西畫的物質的這個支撐 他跟書畫其實他的物質的支撐 其實他把他看的重要性其實是很低的 所以中國的書畫通常就是一張宣紙 他其實是把那個支架看得很低的 因為中國的書畫系統 各位都知道他們其實是蘇東坡 是王偉 其實他們都是文人 蘇東坡是因為被政治上鬥垮了 那個時候有那個政治的革新變新 那時候有那個各位小時候都有念到那個 那個看到兩頭蛇 那個他比較是傳統 他是那種皇帝三代元老的重臣 那蘇東坡剛好借兩者之間兩面不討好 後來他就離開政治圈 那就開始畫畫寫書法 但是我們從來就不是季質的這個路線 在往這個藝術的發展 所以如果我們看中國書畫 他其實跟西洋繪畫就物質面是不同的 當然我們可以說是孔老夫子說 我們謙謙君子 我們君子不能夠被物質材料所奴役 人不可以給那個物質材料給奴役 所以系統是不一樣的 但是當另一位藝術家他在美國的時候 各位都知道 因為那個是藝術形式 這個藝術形式的這個系統 他變成是一個領域 他變成是一個範疇 那我們如果要用書畫的這個形式 這個領域這個範疇 他如果想要到那個世界的都會裡面 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他還是不得不 只能夠找他的特質 那這個特質除了線性以外 還有其實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我認為他比較是 他不是有3D立體 有雕作性的那種繪畫物 我認為他是比較屬於 後表彰式的這種繪畫 剛剛是比較屬於專業的部分 但是其實我還蠻希望能夠從格林伯格 也就是後格林伯格的這個角度來切 怎麼樣走向比較屬於繪畫物的這個區塊 那我對Stella的這個繪畫物 Stella是從那個最低線 然後後來也開始有立體的這種拼貼式的這種繪畫物 但是看起來有形式 但是從剛剛藝術家的見證 蘇冰反而是帕洛克 蘇冰反而是羅斯科 蘇冰反而是羅森伯格的這個姿態 當然Stella蘇冰也有 他也是差不多是同時後的人 但是從藝術家的見證 他相對沒有提到Stella 所以我的看法是形式 但是精神特質 這裡其實我們還需要再有一番的研究 那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如果有關心那個藝術的發展史 我們都知道畫幅的尺寸 從原來屬於建築的到獨立出來變成畫布圖畫的 其實在現代主義因為簡約畫 所以開始又把畫幅重新放大 其實這個畫幅放大 他才有辦法來到那個低線藝術 尤其像六年代的低線藝術 有時候一張畫就是一面牆 就是12公尺 8公尺 所以這一塊其實因為沒時間 否則其實畫幅放大 其實也很值得我們研究 所以剛剛各位看到麗影藝術家 他有多少個脈絡可以做研究 那除了這個以外還比較屬於他個體的 我比較認為這個繪畫物 確實跟Stella一點不太一樣 它比較屬於自然天成的自然物的人化 這跟Stella它其實是從低線 然後在處理造型的問題 可是花其實它是自然的造型 它其實是我們說的有一種叫做黃金比例 是1比1.617 就是你看那個蕨類 它的那個形狀 你看花的那個形狀 其實它是1比1.617 都是有機的不規則型 其實它是一種黃金比例 可是Stella其實基本上它不是這一種形態 還有其實它有Stella完全沒有的 就是它是我比較傾向是比較堅毅的女人花 其實它是一種自然的女性主義者 它其實是基於自己像尼采的那種獅子精神 它認為不一定是女人就一定得附屬在男人的這個power裡面 它認為它應該也是一樣可以有它自己的一個位置 那當然Jicago或是很多這個女性藝術家也提供給它一個印證 其實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它看起來形式Stella 可是其實我們如果細舊它的作品 它還是有差異的 其實我們可以慢慢透過這些線索剖析 慢慢去提出一些屬於台灣的 其實這個也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通常我們如果要提到什麼是台灣的藝術 我們就很快就會調到很古老的東西去 我們就馬上說書畫是我們自己的 我以前剛去法國要辦理我們的展覽 我馬上就碰到這個問題 他們說我們去就要辦理什麼 要辦理茶展 要辦理布袋細油展 要辦理那個書畫展 因為這樣西方人就會看到我們的特色 其實根本就不是 其實他們想看到的是這個與時俱進的 怎麼樣在我們今天的時代 有一種屬於我們具有傳統淬煉過的 然後可以提出一個新的精神的這種東西 抱歉我已經吃了10分鐘了 當然裡面還有更多更多 很有能量的東西 但是一次一次的機會也沒辦法詳述 以上謝謝當樂時間 非常謝謝志成老師為我們進行了詮釋分析 還有一點他的評論觀點 非常的珍貴 那因為我今天的身份是主持人 所以我不宜在這裡再有其他的意見出現 我開放一個道題給大家吧 如果觀眾有什麼問題 可以趁這個最後一次機會 可以問兩位老師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一場 就到這裡結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